听说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欢迎来到由更懂中式烹饪的老板电器冠名播出的 听说很好吃 我是依依 欢迎大家 非常开心可以在周六的晚上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烟火百味的烹饪奥秘 首先让我们欢迎好吃联盟 今天我们好吃创意人的阵容也非常的强大 让我们欢迎韩雪 哈喽大家好 欢迎王菲菲 欢迎王仁俊和钟晨乐 也让我们掌声欢迎好吃品尖团的各位老师 四位顶级大厨 欢迎四位 好吃联盟的朋友们 本期你们想要派谁出战呢 我们前面我和韩云还有baby我们都已经出战过了 三连败 所以诚哥这次来了以后 希望诚哥给力一点 给我们好吃联盟一点骨气 那我要把这个家族的优良的传统传承下去吗 继续输吗 那就要看你选的是谁了 选 感觉都是硬茬子呀对面 应该都差不多对你来说 那么我选韩雪吧 学姐 今天就是我们听说很好吃的 我们叫好吃联盟 好好好 好吃联盟 好好好 好好好 重来一遍 今天就是我们好吃联盟逆风翻盘的日子了 如果这次再不翻盘 我们就不来了 我们就延续我们的好传统 谢谢四位主人 今天是我们的客场 所以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吃提案 客水主片 首先有请好吃联盟李晨提出你的美食创意提案 来 两位 我这个章盖下去之后 两位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正式夫妻了 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张伙子准备好了吗 我 全正你来 干嘛呀 先来嘛 好乖啊 你这样说什么 你赶紧说说 那咱们还得登记一句呢 我觉得吧 咱俩这个婚能不能先别结了 不结婚了 你这是尊度假多 真多啊 真多啊 这 这 为什么不结婚了呢 你这 啊 你还没玩够 我多大了 我还没玩够 那她是谁啊 除了你以外 我没有喜欢过别的女孩 那你有病 你有病 咱俩不是一起去那个婚检 拿的报告吗 那 那你为什么不想跟我结婚了 我坦白了 我跟你在一起过吧 我觉得不痛快 压抑不舒服 不是 咱们以前不是都好好的呢吗 你怎么突然你就不想结婚了 我 我跟你在一起 你说 咱俩每天的 你也不做饭 我也不做饭 每天吃土豆 今天吃烤土豆 明天吃炸土豆 后天吃土豆条 你说我都快吃成土豆脑袋了 我一闭眼 我就能想到未来十年的生活 真的过不下去了 不是 就算是争夺 可是我也没有嫌弃你已经是个土豆脑袋了呀 你怎么就不能跟我结婚了 那你说 咱俩将来谁做饭 一起做呀 以前怎么样 以后还怎么样 一起做 你开什么玩笑 你上次给我摊了个煎饼 是 这边有一个新型的图案 可是一翻过来后面都糊了 你还非逼着我吃 牙都黑了 是啊 你是牙黑了呀 但你只是牙黑了 你上次给我做那烤牙 你把烤箱都给点了 我人都给炸黑了 不知道 因为我在家里练丹呢 是是是是 那您做那醋溜鱼呢 那鱼搁在那 我那一筷子下去 鱼肉都没夹着 蹭一下 那一筷子全是鱼鳞 我密集恐惧症都犯了 我要不吃 还代表不爱你 那 好 你说你爱我是吧 那你给我做那个酒转大肠 那味 那那小味 它蹭了一下就上来了 我问你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我确实是有一点故意 但是我去掉了大部分的腥味 我保留了大肠的原味 这才叫原汁原味 哎呀 大家都听到了啊 这日子能过得下去吗 行 我看今天这个章啊 咱也别盖了 你好好想想清楚 想清楚之后 你再来找我吧 我俩都是北京小孩 就从小吧 就爱吃一些北京方面的菜 但是 我俩谁也不会做 所以呢 今天呢 求助我们现场的四位大师 能不能教我们几道 久吃不腻 容易上手的北京美食 拯救我们两个的胃 还有 我们的爱情 但是偏向这个节目 我觉得含血都不用看了 我们俩是一对 矛盾的点转到了美食上面 但其实在北京里面 有很多北京的好吃的 像铜锅涮肉啊 烤鸭啊 炉猪火烤啊 豆汁啊 很多很多地道的 北京的小吃 名吃 但是呢 对于我来讲呢 其实确实是有一些困惑啊 能不能让咱们的这个 大厨 给我们一些 能够久吃不腻 好做的这种北京美食 拯哥今天带来的是 家乡美食的提案 家乡美食 对 我觉得不管吃到 多好吃的东西 最终你还是会觉得 家里的那个味道 是最好吃的 对 就比如说 经常去外面拍戏 然后一回去北京 就会先去买一个 什么炉猪火烧 然后打包带回家 那还有什么 是你觉得 永远吃不腻的 好吃的 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吃 老北京一种烹饪方式的 红烧带鱼 带鱼 冻在那个大冰坨里面 然后慢慢地就开一点点水 然后把它化开 化开之后就是炸完了再炖 就是老北京的那种口味的 那你们还有什么 什么从小到大吃不腻的好吃的 妈妈的菜 对 确实是 我也是妈妈做的那个 就是红烧鲫鱼 而且就是要妈妈做 就是你去餐厅那个味道 永远跟妈妈做的 就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妈每次就知道我喜欢吃 就你什么时候回来 几点钟到家 对 就开始准备要给你把这个菜买来 对 当天去给你买新鲜活的鲫鱼 来给你做 所以就尽管那个刺很多嘛 其实就吃起来比较麻烦 但真的就是太香了 就可能还是妈妈的味道 我是我妈还有我外婆做的菜 特别喜欢吃 一直只要是蔬菜我就吃不腻 蔬菜 还有爱吃青菜的孩子 对 我特别喜欢吃蔬菜 我全是蔬菜 他们真会养生了 大家都是那个爸妈做的菜嘛 我的话 我觉得上学的时候 学校旁边那家麻辣烫店 麻辣烫 做的麻辣烫 然后大概有三四家 每一家味道都不一样 我在海外嘛 做梦的时候 我梦到家里边 我第一件事情 真的是会跑到那个麻辣烫 他们家店 然后打包一碗麻辣烫 然后回来吃 但每一次在吃之前就会醒 特别可惜 会有这感觉 我以前那个排骨年糕 就是这感觉 就是我好多年没吃到的时候 就经常梦到我要吃排骨年糕 然后在吃之前我就醒了 对 然后醒来之后好难过 就好难过 不管走得多远 不管去到什么地方 其实家乡的美食 是永远最能勾起我们 对家乡回忆的 对的 今天诚哥想要道地的正宗的北京菜 正宗的 对 能够久吃不腻又方便的 方便大家学会可以做的 对吧 这个更有难度了 几位大师啊 今天咱们看看大师的功力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让大厨思索一下 到底会有几位大厨 为诚哥的创意美食提案拍灯呢 好的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有请韩雪为我们带来创意秀 打开电视 那些动画里的美味 从小到大 都让我流连忘返 诱人的色泽 溢出屏幕的香味扑鼻而来 会让人念念不忘 快乐的童年里有许多 熟悉的味道 让我们一起在动画片里 寻找童真和回忆吧 哦 这是配音吗 啊 好喜欢呢 这些出菜传看起来好好吃啊 这些出菜传看起来好好吃啊 你们真的很幸运 和米饭混在一起更好吃 不 老了 不可以这样吃 是的 那是不对的 真的 你不应该把硬的和软的混在一起 对吧 爸爸 哈哈哈哈 怎么吃都行 没关系的 我喜欢吃松脆的食物 比如让我舌头发麻的小黄瓜 我更喜欢红辣椒 而且口的味道好极了 我不喜欢吃绿色的蔬菜 你可以留下你不想吃的东西 留在你自己的盘子里 不 爸爸祖 留在你自己的盘子里 绿色蔬菜很有营养啊 也许有一天你们会喜欢他们的 对我来说土豆是我的最爱 美味的土豆 西红柿最好吃了 尤其是和米饭混在一起 恶心 太厉害了 他这个声音变化真的 谢谢 咱们是不是选错对手了 我之前就说了似的 这还看不出来吗 我以前以为韩选是演员 真的 他其实是个艺术家的 Bubbub里面人物很多 然后呢就是每个人物 都有自己的特点 然后他来回切换 你还要记住他那个人到底是谁 尤其是那个人物和那个宠物的之间 几乎是没有忌口的 学狗我是专业的 那狗狗撒娇 哇 狗狗想吃东西了 主人一天没回来了 狗狗好想它 然后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摆在面前 另外一只狗要来和它抢吃的 太笑了 太笑了 我的天哪 刚才诚哥宝贝都说那个爸爸爸爸 因为我小的时候 其实动画片是伴随了我整个的这个童年 就是看到动画片就很快乐 而且我自己小时候 我能记得的那种闪光的 有意思的那个瞬间 都跟美食在一起 比如说我最早有两岁多的录音 我的大姑姑就跟我争论说 你长大要当国士 然后我说我长大要卖棒冰 我小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冰淇淋车 是一个那个 木箱子 然后上面盖了一个棉被 对对对对 就是每当卖棒冰的人来 小朋友在屋里就坐不住了 就是那个时候是特别快乐 然后小的时候跟家人去新疆玩 那时候葡萄沟的葡萄 一块钱随便吃 就是你知道孩子的那种记忆 都跟美食联系在一起 所以就是今天我也希望来到节目 让大家把这个儿时的动画呀 包括我们这种就是美食的这种快乐能量 联系在一起 所以今天的提案就是一个快乐能量大餐 也希望能够有机会让我们的大厨 把我们复刻这种从小到大的快乐圆圈 如果跟快乐有关系呢嘛 就符合我的这个性格 刚好能这个快乐的提案碰在一起 学姐自己在家里是不是也很喜欢做吃的 对 我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多会就是厨艺大涨 比方我在剧组 我因为想吃那个就是鲫鱼 然后自己就要做 因为当时那组里那锅都比较 这些都是你做的吗 都是我做的 都是自己做的 这不比店里好吃啊 这摆盘好厉害啊 对啊 还会烤蛋糕 三明治披萨糕点 而且这些我们都是研究过的 比如说这个披萨 因为当时候就是说 大家要吃的健康控堂 所以那个披萨是拿黑麦粉做的 我的天啊 太厉害了 就她做什么事情 都是会非常非常钻研进去的人 就拿配音这个事情 很多年前就已经知道学姐厉害了 然后这么多年再一次拾起 哇 依然是功力不减 我们再来深度地感受一下 学姐在配音方面的魅力好不好 学姐在为我们带来一段 现在非常火的电影 风神的片段 这么美好的身体 得知多么不易 哇 好厉害啊 学姐 姐姐跪为王后 更应享尽 人间至乐 何不与我们同修 永享极乐 难怪大王怎么喜欢你 连我见了你 也难免心生爱恋 想不到剧州剧中苦寒之地 尽能生出你这般娇艳的美人 我若是王 也会为你神殿混淡 对啊 金家三国之国 即刻六十斤 太厉害了 好厉害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 到底会有哪些顶级大厨为学姐和诚哥拍灯呢 有请诚哥来到我的身边 两位分别给我们带来的是 老北京道地的美味 和快乐童年能量的美食 大厨们 你们谁要接单呀 我们先来揭晓一下 为李承接单的大厨 会是哪几位 三 二 一 请揭晓 第一 最帅的大厨 为最帅的诚哥接单了 一位 哈喽 戴大厨 你好 你好 因为我之前刚到中国 就是2002年 就是来到北京 我在北京生活了四年 那如果我要说两个猜 在北京给我印象最深刻 应该说第一个就是涮羊肉 然后第二个就是饺子 饺子我一直特别喜欢 所以今天我想结合这两个美食 涮羊肉和饺子 做一个这种胡同记忆的那种饺子的 胡同记忆的饺子 我都不知道 说实话 带了一个铜锅 好漂亮的铜锅 所以在这个锅里面可以装这些饺子 它被北京的这个二八酱这样 他还知道二八酱 必须的 那你的老乡们喜欢我们中国的铜锅吗 当然很喜欢 我妈基本上没自由朋友就赖他们价值班 会拿出来这个铜锅 然后就一起用了 我们下次可以批发一点到法国去卖 美食的交流 你们几个居然看到了商机 商机 对 我也吓一跳 好 谢谢戴大厨 接下来我们也更加期待 会有哪几位大厨为我们的学姐拍灯接单了呢 会是三位吗 应该差不多吧 你们是哪一波的 我们是想吃那一波的 我们想吃多的那一波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三位大厨为韩雪接单 请揭晓 韩雪 我选你 这节目录了这么多期 跟这些大厨们都没有结下身后的友谊 真的是 还是快乐比较有感染力 好 来 苏苏大厨 你好 我本来就是一个快乐的人 有我的地方就有快乐 我要告诉大家 快乐的秘捷是什么 是我们从小在老家普尔 吃的酸木瓜 它里面含有的酸味 让你吃了以后 心情舒畅 还有再加上云南的这个走地鸡 这个菜品就是我们从小 就吃到大的一个菜品 谢谢 我都已经现在口水都流淡 因为我去云南拍戏的时候 在石林吃到过这个菜 但我后来再也没有吃过了 但那个记忆非常非常深 所以我今天她要做 我真的好期待 那苏大厨一定会做到 你回忆中的那个味道 我现在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好 我们都很期待了 包括跟李承一个队的三位队友 他们都已经很期待了 这样 你们都去那边做吧 我一个人的是我一个人承担 好 来 苏大厨为我们介绍一下 您的创意 我已经看到那个食材了 你们看到了吗 郭大厨说那个是什么 鲍鱼 是不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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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到大来说 让我想起最快乐的道美食 我觉得就是我们广东的一个酸菜饱猪肚 哇 今天呢我就会用一个我们潮州的酸菜 来去饱猪肚做一个汤底 然后来去涮这个鲍鱼 哦 对 这个名字我取名叫快乐有肚 肚子的肚 我们今天呢 让每一个人都暖到你们心 让你们每一个人吃起来都快快热热的 谢谢 听完我都饿了 真的这个好期待 好期待啊 陈玉成大厨 您好 您好 韩燕老师 听到你的体验来我很有感触 因为我知道您是苏猪人 对 然后现在秋风起嘛 然后又秋天 这是一个吃蟹的季节 所以我今天帮你做了一个 金蟹邓白玉 就是用我们开鱼最新鲜肥美的酸菜蟹 来做这道菜 哇 哇 让我们所有人一口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家 谢谢 今天感觉是神仙打架 真的好想吃的哦 每一道菜都很诱人 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 我们这快乐 特别 我相信我们这个 戴大厨啊 能够在这个火锅和饺子当中 找到一个很好的融合 为我们争取这最后的 逆风翻盘的机会 风太大了 都是海鲜的海风啊 太大了这个风 这个风比都有快乐的味道呢 嗯 嗯 嗯 接下来 品鉴团的五位老师 到底谁的这个创意菜 可以被最终呈现出来 有请我们美食品鉴团的各位老师 做出你们的决定 谢谢 昆明老师 我选韩雪 谢谢 选杰明了 没事 还有三票 对 有机会 我特别想选诚哥的创意 因为广坦大厨在上一轮 他的中西合璧的这方面 创意菜做得非常好 这一轮对他就特别有期待 但是我又知道说韩雪老师 如果他吃到了这个酸木瓜 抖地鸡 他肯定会快乐 然后我们的创意联盟 如果他们吃到了蟹和鲍鱼 和他们也会快乐 那就让诚哥一个人不快乐就好了 我觉得牺牲我们诚哥 就一个人的快乐 成就其他人的快乐吧 没有赛点了 连赛点都不给你 直接结束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三位大厨 我们开动了 这个提案我做的是一个 云南的酸木瓜 吐鸡汤 第一步我们把上面的绒毛清洗以后 可能快要炒制 这道菜的秘密是先用 骨骨骨 稻米油 把鸡块煸炒一下 稻米油有淡淡的稻米清香 能使鸡肉更加鲜嫩美味 炖汤更是鲜香 放入火腿 鸡 把木瓜一起炒 煮木瓜鸡 也需要火腿的香味和鸡的融合 这是我带来了 酸木瓜 它的酸能激发 人的味蕾 能增加它的口感丰富度 这道菜也是云南的一道特有的名厨菜肴 哈喽 哈喽 我现在教你这个怎么制作这个拿咪 好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酸木瓜 酸木瓜可以干吃吗 干吃 很酸吗 你是不是要试一下 我不敢 您可以试一下 这个生吃起来 我感觉肯定比柠檬酸吧 柠檬酸它没这么刺激 这个很酸就 它酸味跟 对 就不一样 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会加一点点酸木瓜 煮熟的蔬蜂茄 现在放了盐在里面 这也够了 要斜冲 斜的冲 对 它这样的力量才好冲 对 你看 我想说这个活应该让诚哥来干 手臂都有点酸了 多漂亮这个颜色 对呀 颜色都很有多巴胺 黄色 绿色 红色 好嘞 别了 好香 谢谢 谢谢苏大厨 做这个菜之前 我们先把蟹放进去蒸 酸蒸 这个蟹我们蒸15分钟就好 然后蟹蒸去 我们把豆腐改刀改一下 这个豆腐是开州灵海这边的 是当地的传统特色美食 用手掰就好了 豆腐就很重门 它是原汁原木 然后蒸在流水点姜 好 我们现在开始煮豆腐 我们来一点点火腿 火腿主要是蒸鲜用的 然后我们把它倒入放进去 倒入我们熬制好的高汤 让大火烧开 高汤是老鸡和排骨掉出来 要历经6个小时 一点点将鸡肉精华融合至汤中 好 我们炖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倒进砂锅好了 好的 来 车大叔 我来给您帮出来 好的 谢谢 主套现代词 主套现代词 咱这个是周山的锁子蟹吧 对 这个挑蟹的技巧 就得颠这个蟹正不住 然后包括捏它的那个 这个结不结实 对对对 如果它很很结实的话 也不空 就是好蟹 这个蟹就很饱满 对 很专业 真很专业 就是蟹黄跟蟹肉分开 对对对 是吧 对 一看你挑蟹是应该是 尽量挑尽量吃的 还行 还行 挺好 能帮上厨 你觉得演示里面做挑蟹 挑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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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得很好 有一个小奖励 好 让我猜一猜 哦 牡丹虾太好了 相信 应该就是牡丹虾吧 对 上次你没吃完牡丹虾 对 哇 是不是很联盟的感觉是吧 我把这虾 给我们那个美食联盟的人 打个包就行吗 可以 我想独享不如共享 太好吃了 这帮手没白来 绝对没白来 以后我得经常在这 对 坐楼下有啥意思 就直接在这 谢谢程大叔 好 谢谢 高压锅去压二十分钟就好了 现在呢我们切好了之后下油炒一下 再放回汤里面会更鲜香 接着呢把这个鲍鱼边去出来 切薄片 这个鲍鱼它本身会有底味 海鲜和肉类啊 它是一个非常融的 而且这个鲍鱼呢 我是做一个深烫的形式 这道菜呢也代表了我的快乐老家的味道 呀 郭初啊 你看又有黑松露 还有东阳光鲜虫草 选料很高级啊 今天要做一道东虫下草的冰淇淋 让东阳光鲜虫草的郡香 和这个黑松露的这个复香气呢 香碰撞 哦 是在做那个东虫下草冰淇淋吗 没错 把这个虫草放到水里面去 这个东阳光鲜虫草呢 有12道晶盐工序 深度清洁 都是高品质的好虫草 富含了很多的活性营养成分 直接吃它的营养会更好 这里面还有用东虫草去磨成了粉 这样子就开始自动做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这道又好吃又健康的 东虫下草冰淇淋 现在我们把它挑好鲜肉 我们把它分开装盘 就现场去煮它 好 我们准备出菜 等一下 等一下 别换 别换 来 松木瓜 上面火弄一下 来 可以了 上 上 阿宝汤准备 来看几个 来 上 12345个 分两部车吧 俊阳你上这个 我和阿宝上那个汤 走 快乐能量的美食 要送达各位的面前了 有请陈昀 陈大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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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沙姑 因为时间有点长 我再给它加热一下 好 我们先把鲜肉倒进去 我好像闻到胡椒的味道了 放了一点点 海鲜有像胡椒很好吃的 然后蟹黄 然后最后我们放点那个青菜蒜苗给它提味 好 基本上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给它尝上去 那我们上菜了 来韩颜老师 谢谢 好香 这个画像太漂亮了 其实我们用的就是豆腺的高腺来拆肉 食材也很简单 就用我们林海当地的白水羊豆腐 就是一个字牵 真的很香 好香 我要拍一下 好香 谢谢 一定很鲜 好香 好香 好治愈啊 这个汤 好香 好好喝 真的好好喝 这个料理我觉得好有意思 鸡汤和排骨 然后再加上海鲜 而且里面有那个腊肉 最后有点那个熏肉的那个味道很好喝 非常香 但它又没有抢这个味道 对对 它没有抢 俊弟 你那个眼睛就没离开过那口锅 我突然想到 我还没尝到腊肉 我觉得这锅汤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我刚刚吃到那个豆腐的时候 真的让我觉得它口感真的是像虾滑一样 哇 吃出了像虾滑一样的豆腐 这个豆腐特别在于它里头的孔特别大 所以它吃起来韧 然后它又吸汁 这个豆腐是台州林海那边的 叫白水羊豆腐 它是一个真的楼水点滞的 所以你看它这个豆腐 它的豆腐腥味是很重的 撤水泥它是很嫩的 太好喝了 一打开那一瞬间就特别漂亮 因为老师把那个蒜苗修饰过之后 就很像四川那个竹叶青一样 那种茶飘在上面 因为我喜欢大餐 这种复合型的这种香味 那种香味真的是 让人精神一阵的这种感觉 这个菜可以回去自己学一学做 学姐 你真的攀登高峰永不止 我提一个问题就是 它这个里面为什么连这个蟹黄都这么好吃 因为通常苏子蟹的蟹黄 有的时候煮汤并不好吃 很容易煮的就很硬 主要一个就是煮的时候它的温度 煮老婆 温度的控制 明白 那俩孩儿已经开始加 加 又加一碗了 对 他们俩已经一碗喝完了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来 我端过来给你们 把锅端走吧 弟弟 后面还有两个菜呢 没关系 吃得下 来 掌声有请苏苏大厨 你好 苏大厨您好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道菜是普洱酸木瓜炖土鸡 我用了这个无量香土鸡 还有云南这个普洱的酸木瓜 这个我肯定喜欢 配这个蘸水 吃的时候呢 用鸡肉来配这个蘸水 苏大厨特别会调蘸料 因为他是云南人嘛 好想吃 来吧 上菜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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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蔬番茄南咪 谢谢 鸡肉真香 这只鸡真香 哇 这鸡肉 酸木瓜炖鸡呢 主要是鸡的香味 火腿的香味 木瓜的酸味 云南大厌西的清香 综合这道菜品 吃起来让人一定会心旷神怡 好鲜 特别鲜 鲜里面带点酸 好好吃 这个鸡肉一入口就脱骨了 酥酥的这道汤 酸木瓜的汁啊 用来腌渍肉类 容易让它软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汤里面那个鸡肉啊 多分解成 氨基酸啊 这些可以让我们更感受到 鲜美的汤汁 哇 这蘸料太蘸了 蘸料好好吃啊 蘸水的那个料 配上那个鸡 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都没有吃过这个蘸料 嗯 学姐快乐吗 快乐 这个平常我们自己能做吗 这个 这道菜做法其实很简单 主要是食材好 一个鸡肉 一个有酸木瓜 它就能做出这个味道来 哦 明白 学姐 这是你在云南吃到的那个味道吗 对 就是那个 当然肯定比我在云南吃的那个更好吃 这一下就把你拉到那个环境里 哇 太好吃了 好 那谢谢您 您的兄弟已经在后面酒扣了 谢谢猪大厨 谢谢 谢谢 郭柯大厨要来了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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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郭大厨 嗚嗚 嗚嗚 我们现在是做一个满满的一个鲍鱼 哇 哇 哇 鲍鱼底下会有我们朝上的酸菜 然后在下面是一个猪肚包 哇 哇 而今天还给大家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用黑松露做成的一个冰淇淋 哇 哇 哇 我们赶紧上菜 哇 绝了今天 学姐当然会很难选 这就是都很好吃 哇 哇 哇 这道菜名字叫快乐有度 能喝到胡家宝猪肚 就是一个心里面暖暖的 然后会让我心里面感觉到很快乐 哇 好大一片呀这个鲍鱼 太棒了 赞 翻 这个汤 天哪那鲍片我天哪 哇 哇 这鲍鱼好好吃啊 很嫩 非常嫩 好好吃 其实这个鲍鱼是可以直接生吃的 我切到了它极致的薄 这样的鲍鱼也吃起来它不会老 其实今天这道汤啊 它是鲍鱼 酸菜猪肚 味性的相互融合成就的一个浓汤 这道菜呢也代表了我的快乐老家的味道 哇 这个冰淇淋 看起来好漂亮 哇 这冰淇淋好好吃 冰淇淋好好吃 对 我没想到黑松露做甜口也这么好吃 因为韩雪一直在提到一个快乐星球 快乐童年 莫过一次一个甜品 吃吧这超好吃 黑松露冰淇淋铺底的是脆的山核桃仁 然后加上那个君 就特别有苏老师的那种感觉 所以两位顶级高手真的是他们已经相互融合 彼此渗透了 我觉得 刚才喝了很多就是有咸的有酸的 我很想吃一个甜的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来了一个黑松露冰淇淋 我觉得今天很圆满 那现在成郁大厨会不会有点吃亏啊 我第一个喝成郁大厨的汤的时候 也觉得非常的幸福 但是因为后面又有酸的又有甜的 就是成郁大厨真的很吃亏啊 我突然发现学姐 你这个快乐能量的提案 可能第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人 大家已经有一点慢慢地探望掉她了 她不快乐了 没事我们就要主打一个快乐升级 现在让我们再一次把苏大厨和成郁大厨一起请上舞台 来 接下来我们最难的难题要交给韩雪 太难了 雪姐 我想问你们每次做节目都这么难选的吗 所以你看我们都不赢嘛 就把这个都交给你们了 不算是这样啊 首先 今天成大厨的那个豆腐的那个汤 苏子蟹 那个是日常我能够够得到的 好喝的汤的天花板 苏大厨的这个特别加分的是这个难蜜 因为我之前没有吃过 加上苏大厨的这个厨艺 肯定比我在当地吃得要更好吃 所以当时候的那种快乐一下子就找到了 所以今天特别特别开心 也很惊喜 郭大厨的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加了酸菜 所以它这个口味上其实有很多的融合 包括今天的这个冰淇淋 就它很特别 所以今天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是快乐升级 接下来我们和由更懂中式烹饪的老板电器 一起进入新选时刻 韩雪到底是会选择成郁大厨的金蟹白玉汤 还是苏起胜大厨的普尔酸木瓜炖鸡 还是波科大厨的快乐游赌呢 请做选择 我会选择 请做选择 我会选择 我会选择 对我自己来讲特别有意义 特别有曾经的这个美食记忆的快乐瞬间 所以我投给苏大厨 福尔酸木瓜炖鸡 恭喜苏大厨成为了韩雪西木当中最喜欢的创意菜 我们也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成郁成大厨和国歌 郭大厨谢谢二位 那接下来也要有请学姐来到我的身边 苏起胜大厨的普尔酸木瓜炖鸡 能否入选老板电器 听说很好吃新级菜单 还得要邀请我们的好吃联盟 和我们的好吃品贱团的各位老师 首先有请韩韵 苏大厨能教我做难蜜的方法吗 你拍到单位我就教你 拍就拍 那发给她秘方的同时我也来算好了 拍拍拍拍拍到单位 这么好的摊肯定要分享给大家 苏大厨我不太会做 你要不给我做一份吧 可以 毫无保留 好嘞 其实我们四个后来商量了一下 觉得这个都是比较统一的 然后但是这又有点可惜这个冰激凌 所以我们特别想让苏大厨跟郭大厨 你俩商量一下 把这两个混合在一起 好 必须 这一票我们就投了 苏大厨什么都答应 都什么都答应 苏大厨的这道汤给我的感觉就是 酸得很活泼 喝得很开心 真的喝得很开心 你有没有发现 三位师傅上来的都是汤 人体70%是水 当你不舒服的时候 胃口不好的时候 其实汤汤水水来一点 你就舒服了 苏大厨最特别是那个蘸水 那个辣蜜 那个调得太好 我非常喜欢 恭喜苏起胜大厨的普尔酸木瓜炖鸡 成功入选本期 星级菜 由更懂中式烹饪的老板电器 还原地道中国味 及背后的故事 一口鸡汤下肚 感受灶火烹出的酸爽能量 一起成温儿时的快乐 好 好 嘶嘶 嘶嘶这一季赢麻了 跟我讲讲刚才你那个菜怎么做的呀 就是汤要好 都喜欢这种比较稍微清淡一点 像这个就比较好 不是很甜 谢谢 黄仁俊装成了 菲菲又自动组成了两两对决的组合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对垒 有请黄菲菲带来创意秀 黄菲菲 哇 跳得好好 跳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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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菲菲 好帅啊 来 菲菲 好热烈啊 好帅气啊 好帅啊 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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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绝对符合 现在杭州马上要迎来的 第十九届亚运会的一个氛围 因为本身菲菲参演的这个电影 就是和亚运会有关 对对对 参演的那个电影是热烈 就是讲述的一群热爱街舞的人 如何坚持梦想最后完成梦想的一部电影 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是 金他号的队长辣椒 哇 小辣椒 辣椒 辣椒队长的队长 哇 又辣又迷 哇 眼神杀我 对 哇 哇 妈爷我也有这个环节啊 没有我的剧照吗 我也演的热烈 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 你有跳舞吗 我基本都不敢动 因为之前大鹏导演 他说他做了一个我的蜡像 然后在那个电影里面 他每天给我拍那个蜡像 怎么又倒了啊 怎么怎么地 我还以为他开玩笑 突然有一天他说 杨迪 进组吧 所以我就驱逐了 然后我画了两个小时 大概十分钟 下期 就原本你是一个蜡像 后来变成了一个蜡肉 对 变成那个王一博 那个梦里的一个 一场噩梦嘛 跳得好 对 跳得好 我如果能像菲菲跳得那么爽 就好了 就不止这么点细分了 你想想 你教他两个手上的那种动作 这还挥挥吧 这个 右 右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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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跟你讲啊 我经常练的时候 自己打到自己的头 一 二 三 四 然后就是 右 左 右 左 这不是挥挥 这是挥自己脑袋 来 我感觉你旁边飞了点什么苍蝇什么的 而且今天弟弟们就是要来跟你比较一下的 我们先听一下菲菲的创意提案 我这一次的创意提案就是 关于辣椒的一道热烈美食 哇 哇 辣椒 哇 因为我是海南人 但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吃辣可能是湖南啊 湖北啊 四川啊 但很多人觉得海南是不爱吃辣 吃得非常清淡 比如说椰子鸡啊 白切鸡 文昌鸡 就是这一类的菜 然后剩下的就是有 比如说辣椒盐蘸芒果 哦 对对对 现在很多卖这个 在街上就有人给你现切好一片一片的 还有 还有崇海还有一种小金桔辣椒 就是用那个绿色的那种小金桔 然后泡那个辣椒酱 酸酸面面的拌那个面特别好吃 酸酸辣辣的 那是直接吃的啊 嗯 只有海南的崇海的市场里面 才有阿姨会做这一道 我发现就海南可能偏稍微的酸辣一点点 我现在也觉得有一点辣 因为我旁边有一个辣妹 辣 姐姐杀我 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个土味节 好 我们谢谢辣妹带来的创意提案 那接下来要和你比较的就是两位弟弟了 嗯 我们也很期待哦 掌声有请 加油 加油 来的弟弟黄仁俊 忠诚乐为我们带来唱艺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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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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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eel the music in my brain going crazy We know there's no stopping So sing it now it's time to start The room to the floor Nobody is stopping the floor The speed is all around the globe The whole world's gonna heal us right now Dance to dance to dance dance Everywhere I go Everywhere I go, bring the beatbox Yeah, bring up to the spark, turn it up Yeah, bring the beatboxbox, turn it up Everywhere I go, yeah People wanna know, yeah Keep it going, we're flowing like this Give it up! Everywhere I go, bring the beatbox When I go, bring the beatbox Yeah, bring the beatbox Your welcome, you're welcome Welcome to the two cute little kids Tiddy Ric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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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跟他都有点紧张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虽然特别紧张 但是因为能吃到非常好吃的美食 所以感觉特别幸福 刚刚喝了五碗汤 喝完汤的那个汗 现在还要咕咕咕地往外爆 好像现在还有那个什么鲍鱼的味儿 但我知道好像有人 不是第一次来浙江卫视的武汉 你们都知道吗 浙江了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 到底是多小的小时候呢 好小的时候 太合照了 这才六七岁吧 这个照片最可怕的是我没变化 我没变过 一点的就变 这才是最可怕的 红颜 跟我说是一个同年 好可爱 我现在打晚了 脑袋已经不是老师了 张涵韵你看你也在 不是我吗 张涵韵也在 我跟他打个招呼 这都给各位说 来跟他打个招呼 这个歌《记忆》就是记忆回忆的意思 对啊 小时候《台风》就这么棒了 我特别想看一下 现在你们再给他伴舞 还会不会挡住他 我特别想看一下 迪哥还能不能把他抱起来 这都十几年以后了 看 哥哥姐姐们还在这个圈里 而且当时哥哥姐姐叫你钟老师 钟老师 先从第一个动作开始 哪个 捏脸 人家以前是 人家以前是小孩 9岁 好可爱 啊 抱起来了 好神奇啊 这个画面 你比那时候还帅的 这几年认识了一个比较好的装发师 吃饭了 你现在真的帅得有点过分 你好帅哦 我基本的没怎么化妆 就所以不整了 对对对 刚刚那个爆炸头 也是我 那你以为是他吗 难道是姐姐吗 谢谢哥哥姐姐 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记忆 好棒 好棒啊 我有一场我已经当姨的感觉 孩子长大了 确实这个记忆太美好了 那今天又是全新的一个状态 来到我们浙江卫视听说很好吃的舞台 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创意提案 这次我们两个呢 作为对内的两个中国人 是想了很久 到底带什么主题 然后呢 最终也查了很多 然后选择了一个话题就是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创意美食 宝宝 宝宝 中国宝宝 到底这个宝宝是一个什么样的宝宝呢 当然这宝宝不是那个小的宝宝 不是宝宝的宝宝 就是一个最近年轻朋友们的一种调侃 然后呢 大家会说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蔬菜沙拉是 麻辣瓣 然后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意大利面是 新疆炒米粉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宾美食 是中央 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布丁是 龟灵糕 龟灵糕 龟灵糕或者豆花 适合中国宝宝的汉堡 汉堡包是肉夹馍 这可以 哇哦 两位的创意 大家都纷纷响应了一下 那你们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什么时候去到了国外 我是16年的时候 那时候爸妈陪伴 给我做了很多中餐 对我当时很羡慕她 我爸妈来现场 好 欢迎叔叔阿姨 他们好 真的 哇 叔叔阿姨好 对 因为她每次都会拿一些自己做的菜 然后来到 带到公司吃 然后我就只能点外卖 那真的一对比好惨 没有没有没有 自己只有辣条和香蕉 好伤心哦 没有但是她会分给我们一起吃 我会带给大家一起吃 然后爸妈就回国了 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 我就自己买菜自己做饭 哦自己会做饭 做了特别多中餐吃 每天都几乎 所以虽然弟弟年纪不大 但是把自己的生活都安排得特别好 对 我知道有一个人吃过的火锅 可能比你们所有人都吃过得多 哦谁 任俊是吗 你吃过多少种火锅 哦 我几乎每次出国都会去 就是找火锅店 对 然后被我带的就是我们 所有成员们 原来开始都特别抗拒火锅 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去吃 然后呢 结果他们所有人都爱上火锅店 然后去过的地方 一定要去吃火锅 哦 然后都是我来找店 对对对 因为我不想踩雷 然后就搜正宗中餐 所以就带成员一起去吃 好兄弟就是一生一起吃火锅 接下来我们把菲菲再一次请回舞台 来 姐姐带来的是跟辣椒有关的热烈美食 弟弟们带来的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美食 我们就来期待一下大厨们会如何选择 首先要揭晓的是 选择菲菲姐姐的顶级大厨到底有几位呢 请看 好 我要去做个黄德龙匠 好棒哦 酥酥大厨和陈大厨 哈喽 你们好 你们好 哈喽 酥酥大厨您的创意是什么呢 今天我给你带来了 是你家乡的美食 糟糕醋粉 就是他说的那个粉 糟糕醋 人家我会加入云南的一些风味和西藏灵芝的公布的辣椒 这边辣椒是生长在三千六百米海拔 香味浓郁 绝对让你尝到热烈的味道 谢谢 谢谢 而且糟糕醋 糟糕醋 现在好红啊 好想念 就是王菲菲走到哪都会说那个粉特别好吃 糟糕醋 而且糟糕醋好喝 好 来 陈大厨您好 大家好 菲菲好 哈喽 陈大厨好 我今天给您带来一道菜的名叫热烈双精 热烈 然后用你们海南的这个黄葱辣椒 然后配上这个金鸡鱼 就是非常优质的食材 咱也不多说了 没有我们苏大厨会说 反正看你们的选择 谢谢 陈大厨真的很内敛的 话不多说 永远都是把这个功夫下在这个菜肴上面 好 弟弟们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几位 大厨选择了两位弟弟的创意呢 请看 我要选 多个大厨 何代广坛大厨 哈喽 两位好 哈喽 大家好 大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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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孩子喜欢创意 所以呢 给做一道 把怪味麻辣的一种鸡肉 做成像一个鹅卵石的样子 给你吃 豆乳味鸡肉应该会很好吃 好 大厨你好 你好 你好 那我今天想带给你们的这个菜 主要是想 满足你们两个中国宝宝的这个鸡子 所以我知道 中程乐就是来自上海 我自己也是定居在上海 也是上海女婿 所以今天我选的上海这个方面 就是做这种奔帮裹贴 裹贴 就那种里面有皮洞 就是会爆酱的那种 爆脂锅 然后黄仁君呢就是来自东北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东北的一个名菜 就是小鸡炖蘑菇 小鸡炖蘑菇 还喜欢 还要哭了 然后就想把上海的国节 和小鸡炖蘑菇结合在一起了 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可以感受 家乡的味道做这个菜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应该很久没吃到了 对 小鸡炖蘑菇 八年前的事了吧 我就一直没有再吃到过了 对 都改麻辣烫了 都改麻辣烫了 我们的好吃品贱团 要帮他们来分一分 到底谁的这个创意菜 可以被最终呈现出来 有请我们美食品贱团的各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 我们在座的谁不是个宝宝呢 就是啊 谁是中国宝宝 欢迎仁俊和乐乐回家吃好喝好 谢谢 谢谢 小肠 小肠 没有老师想要吃糟粕米线吗 韩芸好想吃糟粕是不是 糟粕醋的米线 反正因为回来吃的饭都是咱们中国宝宝吃的 没错 吃哪个都一样 适合中国宝宝的这些食物啊 它是一个非常宽的主题 其实糟粕醋或是金鸡鱼也蛮适合中国宝宝的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呢 我是支持 王菲菲 我觉得 人家难得回自家嘛 对吧 谢谢 适合中国宝宝的也会有辣的 别担心 对 那个麻辣提 有麻辣的 到底我们的郭大厨和代大厨会 如何来呈现这样的创意美味呢 时间交给他们 我们写用这个亲眼鸡的鸡腿 我们把它拿来蒸熟 这道菜名字叫怪趣鸡丝 不管是它的形象还是从它的口味 我就觉得它特别适合我们中国宝宝 怪趣鸡呢我们是用麻辣鲜露 然后放点刀口辣椒 然后兑点花生酱 然后放点宝宝醋 我们要做的这个味道是拿来拌这个鸡肉用的 它主要的味型呢就是麻辣咸甜酸 我现在调的味道呢主要是麻辣咸酸 然后甜呢是来自于我们做出来的鹅卵石造型 它后面裹上的那样东西 让它够麻 反正我是够麻了 我们把这个鸡丝啊和我们的这个怪味之调味 把它混合之后呢就用镊子把它放到模具当中 把明胶片放到鸡汤中让它去融化 然后呢再把它灌到这个这个模具当中 然后就放冰箱就行了 美日鲜虫草 师储年轻太 好吃 嗯 很方便哦 好那我今天要做的这个锅茄里面那个鲜料 像做一个类似宗类的小鸡兔蘑菇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震膜 干的震膜在里面 所以先泡发好 炒之后冷却 然后搬到这个肉馅里面呢 第二个玄机呢 特别适合中国宝宝的鸡振 这个我很喜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菜品研发 所以我经常毁谤一些过外的品牌 要进入中国市场 那他们当然在他们的产品需要做一些挑战 怎么把它变成一个 适合中国包包的体制的一个彩品 我们先让切尔上金 哈喽 广产大叔 哈喽 哈喽 你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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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荣幸 荣幸 我的荣幸 我来学 学点啥 就尖叫吧差不多的这个意思 尖叫哈 好嘞 好嘞 我去给先那个饺子皮 包的手法就是正常包吗 还是对有讲究 正常 我做饺子怎么样才能不漏馅 你知道 有我的诀窍 馅放少点 不是一个好诀窍 我的诀窍就是馅放少点 真的就不会漏 然后就这样的重剑捏在一起 我这个都觉得馅多了 我平时包就是 可以的 这样 中间捏一下 然后这里就这样 腿一下 把它再捏一下 你是这种手法 哎呀 这个难了 不难不难 这个难了 可以的 外国朋友在教中国人包饺子 按照我的包法 是不是捡不出来 见识肯定捡得出来 但是 那是我在学 这个我都不回来 看你的包法是 这个你看一下 就这样当中 然后这里退一下 就一面这样 你手指拿一下 它会自然的 然后再对一下 再露一下 然后我们就这样 哇 现成 我的这个别拍了吧 这个饺子 埋太 还不如我觉得 比较有创意的 高情商发言 比较有创意 好的 那么一会儿煎一下 然后我们再 我们煎一煎 吃一吃 好的 这个别拍 吓死人 没没没 还可以 这个稍微好一点 我寻常包的饺子这种 我们这些过节菜 先排好到过底 然后再开火 先上一点丝 再用一碗水 盖盖子 两天的对我来说就是 东北小基督蘑菇用那个蒸馍 那这个蒸馍的香味 就很特别很浓郁 所以觉得把这个风味 融入到一个 上海过节的香味 鲜料是比较好 看一下地步怎么样呢 那就这样 现在开始有一点金黄色 我们就可以加水 我们现在要继续烧到水没了 然后再继续建一下地步锤就可以了 哎呀有什么菜配一下我 从我的个人感觉 单纯上三块 而像鹅卵石的怪味鸡丝 我觉得是有点单调的 二叔 你的米线要不给我做了呗 拿去吧 你把这个料给我 我自己去把它做 米粉给你是吧 对啊米粉也给我 好吧 好 兄弟别忘记了 我知道 我们兄弟嘛 就是我 我把你的菜带上去 赢了就你赢了 输了就我输了 来 走走走走 我们换位置 换位置加工 该做啥做呢 呃这是个招坡处 然后呢 今天老叔带了招坡处 本来找老叔要做一个别的菜 那我就融合我的高汤 我重新演绎一个 变成一个 我的一个配搭的一个粉 这高汤特别香 但是你要注意酸味 这个 你一边传你 我知道 米线不够 汤不够 我知道 汤不够啊 你那还有高汤吗 这点高汤 太浓了 你可以加点快点水 有没有 你那有没有 给点高汤给我 我那是清汤 给我清汤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那个 好的 你那是清汁汤是吧 清汁汤 你给我留一半 你要干嘛 我要试个菜 试试 你留一半行的 你要不要那么多 留一半行的很浓了 好够了 我这里够了 够了吗 很酸香 这个味道特别好 这个浇波醋啊 它是由米和辣椒 去发酵而成的 我们客家人的辣椒酱 蘸水的辣椒酱 也是用这样子 这个是不是有意义的 犯规啊 不犯规 这个用我的做法做出来 跟你的没有关系 对对对 是吧 我的这汤好 我的浓汤特别好 我先把米粉烧开 搓一下水 包括哪个有总盘的东西 我帮我盘子搞破了 六一二三 帮我盘子搞破了 很贵的 所以我说这里的菜里面 拥有我们三兄弟的感情嘛 你出餐具 他出调料 他说我出菜 我们清点这餐具很贵的 他这样 这很现实 社会很现实 我当时我很单纯 就是你不单纯的 但是这个米粉你要有肉 都不是它很寡的 对 一定要有浓汤和海 那些大肉的东西其中 对 我知道还有什么肉 我不知道 金鸡鱼那个鱼牛拿过来 放在里面 拿过来 真的 千里送鱼 来大师让你赢我 对吧 你说这菜不赢 这个菜不赢 真的 这个菜如果预选不了 现在菜单真的没有道理 如果等一下赢的话 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都要三圈 不不不 那你是 不不不 要上了要上了 好不幸上次电视 哈哈哈 苏福松来改刀 不是我现在夜 这菜夜搞夜 夜搞夜的 不是 我的菜是夜搞夜那个 夜复杂 是我的菜夜搞夜复杂 不是 不是你的菜还是好吧 不是我的菜 我的菜 我在想我在想 如果这菜输了怎么办 输了不是三个人一起 输了融入共存吗 我也当心赢了怎么办 赢了叫你们两个上来吧 我不上来 哈哈哈 我绝对不想 我绝对不想过客的风头 这个真的是 哎 说实话 这是六手连塔的 这个真的是 东南西北的菜都融进了 就OK了 那我们现在颜色上好了 就可以灌火 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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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来来来 你那可以摆了吧 可以摆吧 摆吧 不要那么多 少点少点 来 烫菜多了 不要那么多烫 我们可以散菜了 好嘞好嘞 漂亮 美 哎呀 上个电视不容易 上个电视不容易 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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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大厨 要为大家上菜了 有请郭哥 郭大厨 有请戴广坛 戴大厨 郭大厨 我发现您现在吃很会了 也都是准备两种菜 不是 今天有一个特别临时的创意 因为刚才高老师也说 猪大厨的这个招婆醋的米粉 和陈玉大厨的这个金鸡鱼 也是更适合中国宝宝吃的嘛 所以呢我临时想起不要浪费他们的原材料 我同时把他们的菜做到我一道菜里面去 所以我做了一碗米线 然后配了我另外一道菜饼 对 都适合中国宝宝吃的菜饼 谢谢郭大厨 好棒 三件何必了 我说真的就是我们线下如果说要去吃我们三个人六鼠联坛的一个菜饼都很难 但再听说很老实我们也梦了 我们完成了 刚刚学姐就说特别想吃那个招婆醋 我也想吃你 谢谢 好 那我们就赶紧上菜吧 好的 宝宝们 好香啊 这个好漂亮 这分不清楚哪个是石头的 做成鹅卷 白色的是鸡丝 这做的也太像了吧 还有个黑色有白色 你看一下 哇 好好吃啊 这道菜名字叫怪去鸡丝 我们把冻好了这个鹅卷石的鸡块了 我们抠出来之后 要把它放到叶蛋里面去 瞬间冻叶 再挂上可可籽 那可可籽呢 我们要融入一点竹炭粉 形成一个黑白 是非常逼真 每一个做出来都不一样的色彩 这样就是更像鹅卷石 这个怪味鸡丝感觉口感非常的浓郁 对 花椒 然后那种麻辣的感觉 哇 它里面那个馅好不易 好 好特别 顾大厨做的这个艺术品 他如果不提醒我们石头 我们可能牙就掉了 因为分辨不清楚哪个是要吃的哪些是石头 然后里面那个怪味就很像我们 因为怪味是四川一绝 就是对吧 他很喜欢把甜呀辣呀咸呀融合到一起 但是可以搭配出一个很神奇的味道 这个就做到了 来我尝一下这个糟泼醋 这个糟泼醋 好久没吃到这个家乡美食了 哇绝了绝了 而且糟泼醋非常适合煮海鲜 煮完了以后它的那个酸甜味就会更加的鲜美 然后里面有煮那个鱼肉嘛 所以现在这个汤非常的好吃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特别感动而且 因为有第一次 有人这样用心的给我做菜好像 为我们特别感动 然后这个米粉就是 辣的刚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这个米粉不是很辣呀 对刚好不辣 但是很鲜的这个味道 对很鲜的米粉 因为刚才就怕您这边不能吃太辣 所以我们在辣度上面就做烧剪 好贴心哦 谢谢 我觉得这个糟泼醋米线真的 有点就是灵魂这个 让我的灵魂一下子入魂的感觉 因为它那个米线很Q弹呢 为什么 对它这个米线在煮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烫然后再入味 而不是拿到汤里面一直煮 所以我们保证它的Q弹 它是有一个温度的一个固定过程 就因为这个米线是我吃过觉得最Q弹的 这个口感 然后再加上这个糟泼醋 真的很开胃 是 太棒了 我建议大家吃糟泼醋 这个米线的时候 配一个这个鹅卵石 它那个糟泼醋的酸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它那个甜啊 在怪味里面其实是次于咸的 这是因为趣味的改良 让这个甜味 把嘴巴里面那点酸 它给中和了 所以吃起来的感受是非常搭配的 真的很好 鼓掌 戴大厨 上带了 好 所以这要分 大家一起分 谢谢 哇 锅贴 对没有多余的摆盘 就是比较见地气的一个锅姐妹 这锅贴看起来就是还蛮吸引的耶 哇 戴大厨还特地给叔叔阿姨也准备了 让叔叔阿姨笑一下 哇 看了锅贴来喽 其实刚刚知道叔叔阿姨来了 所以就别多准备了一份 多做了一份 可惜啊 谢谢您 这锅贴好吃 这锅贴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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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小鸡炖蘑菇鞋和上海锅贴 哇 哇 里边有小鸡炖蘑菇 哇 哇 因为我也知道 乐乐和菌菌他们 都是中国宝宝 但是是来自两个地方 一个是东北 一个是上海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我怎么可以 结合这两个风味 所以就是有猪肉的 这个风味的糖汁 和这个菌菇的风味 也是比较大的 锅贴很好吃 我从来没有想过 小鸡炖蘑菇 可以放在这个 就我在我南方看 这就是饺子嘛 煎饺子 嗯 从来没有想过 小鸡炖蘑菇 这个馅儿 能放在这个里面 而且完全不违和 感觉就像 它已经存在很久的一道料理 这锅贴也不错啊 作为上海经常吃锅贴的朋友 嗯 它的锅贴挺鲜的 没了 有有有 你那个方向是视线盲区 你看锅什么都不错 都光了 下了一片 就一个 就一个 韩俊 嗯 现在几点了 你已经8点了 我还在吃主食是吗 对的 我数了一下 大概六个锅贴进去了吧 没有 那我还吃了米粉呢 以毒攻毒吧 该吃主食 对 最棒的是 但是它这个饺子爆这个汁 就是 嗯 真的是蛮鲜的 爆汁 对 爆汁挺鲜的 我没吃过 那个汁是不是 小鸡炖蘑菇里的磨 对 它那个蘑菇汁挺鲜的 它里面有那个肉的皮洞 所以说 对 有皮洞的 我们先煮一个煮皮洞 然后就凝固之后切碎 半到馅里面 这样再加热的时候 它融化 然后变成糖汁了 满口爆汁 对 法国人做水饺 而不这个尖饺做的身体挺好的 真的 代广坦 那接下来两位弟弟 要做出你们的选择了 同样的难题轮到了你们 在郭柯大厨的外去鸡丝 和代广坦大厨的国民郭贴两道菜中 你们要选择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创意菜 让我们和由更懂忠实烹饪的老板电器 一起进入新选时刻 首先我觉得这个怪去鸡丝 真的就是像各位老师说的一样 真的像艺术品一样 有很多很多的口味 但是毫无违和感 所以入到嘴里面非常非常好吃 然后那个米粉也是刚好不辣 我把汤全部被我喝完了 然后锅贴真的是我活到现在吃的最好吃的锅贴了 对 真的是感动锅贴 真的太太好吃了 所以我把选择权交给人家 不不不 原来先发言是有这样的优势啊 对 所以我一定要先发言 首先我刚刚吃到这个怪去鸡丝的时候 感觉有特别多不同的味道 然后特别神奇 然后像刚刚哥哥姐说的一样 看起来也特别漂亮 然后锅贴的话呢 就感觉满口幸福 真的是很幸福 我也是今天第一次在这个拍摄现场当中 然后感受到 所以非常感谢两位大厨 那咋办呢 你们怎么选呢 这个太难了 真的不好选 我们要选择 飞飞今天看了大家的舞台 又吃了这么多美味的料理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的舞台和料理都非常的棒 我给五星好评 感受到了飞飞激动的心情 那我们在微博上也发起了点评活动 带节目话题 这份电子榨菜听说很好吃 分享你的观后感 就有机会获得千名照等惊喜福利 我们要选择 我们要选择 来吧 一起按吧 一 二 三 三 国民锅贴 谢谢 谢谢 恭喜广产大厨 也特别感谢国客国大厨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辛苦了 谢谢 谢谢 这个 真的 重赞参与了吧 对 重赞参与 好 恭喜 恭喜广产大厨 那接下来 两位弟弟也来到舞台之上 那现在两位弟弟还要 用你们的真心 来打动一下我们的九位朋友 对 首先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尝到这个美食 如果能够选到菜单里的话 其次就是如果我再回国的话 我也想再吃一次这个煎饺 真的实在是太好吃了 所以希望能让我再吃一次吧 谢谢 丰富这我给你做了 好 那到底 两位弟弟能否实现 在餐厅里面再一次吃到国民锅贴的这个愿望呢 要靠哥哥姐姐们来进行投票了 有请韩芸 是希望刚才吃的感受就是主打一个消失的饺子 希望他再一次出现 谢谢 真的好吃 王坦大厨你太厉害了 你知道郭大厨他其实相当于他背着苏大厨抱着陈渝大厨 他是一个组合 你都把他们三个人PK掉了 真的太厉害了 对 YYDS 欢迎回家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家的味道 南北的爱都在里面了 一定要选了 九个火鸟全部点燃 让我们恭喜广坦大厨的国民锅贴 入选老板电器提手很好吃 辛勤菜单 恭喜带广坦大厨的国民锅贴 成功入选本期辛勤菜 由更懂中式通认的老板电器 还原地道中国味及背后的故事 用锅贴包下南北两味 外焦里嫩的火候尖透内心 在熟悉的滋味里 与故乡再次见面 感谢所有的朋友 在周六和我们的如约守候 我们下个星期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我们下个节目中 被制作成一道菜品 大家快来参与 晒出自己的舌尖MDTI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根本听不住 没办法 这个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